美国总统川普 星期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由越南飞底菲律宾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高峰会议 川普访问菲律宾是他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 他在星期日出席东盟成立50周年的晚宴时 首次与菲律宾总统杜特·伊特见面 今年正值东盟成立50周年 今年除了东盟成员国之外 还有包括来自美国、中国、俄罗斯等一共超过2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与会 川普总统在星期日抵达菲律宾时 几百名反对他到访的人在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附近示威 高呼打到美国帝国主义等候号 期间警方一度动用水炮驱散示威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